民进党总统参选蔡英文 预定今天下午要召开记者会 公布他的副手人选 就是中研院的副院长陈建仁 那么一早党部就已经准备了 因为这一位重返学术圈多年的专业人才 面对镜头受访时 也坦言说会有点紧张 因此外传党中央急着帮他上说话课 希望下午的陈建仁可以更从容面对媒体 4点啊 等一下要发了 确定下午4点召开蔡英文副手记者会 民进党部忙进忙出 准备正式公告陈建仁出现 他的口才我们是一点都不担心 以前我在那个服务的时候 我是担任入委会主委 他是卫生署署长 那他的幽默风趣 他的口才是一级棒的 我自己一点都不担心 秘书长吴钊燮对陈建仁赞绿有加 但升任中研院副院长的他 重返学术圈多年 外传党部人士已经安排帮上说话课 现在的心情是要为了台湾更好 他有点紧张 面对镜头不会言很紧张 让幕僚已经成立副总统候选人小组 准备规划陈建仁辅选行程 并且在进总 备妥副总统候选人专用办公室 他讲话总是谨言慎行 所以副总统大家都知道 他是全台湾最大的律业 所以陈建仁来当这个律业 我个人觉得蛮合适 大家都很关心我们的医疗工卫 还有食安的问题 那这些都是 我想都是这个陈建仁先生他的专业 这些方面我想都可以帮忙 这个补整个政府的不足 自家人一致夸赞 就等蔡英文亲自对外宣布 因人配联手出击 记得台北众华报导